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 并且造男造女 在他们被造的日子 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 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 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 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8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 塞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氏 塞特生以诺氏以后 又活了807年 并且生儿养女 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 以诺氏活到90岁,生了该男 以诺氏生该男之后 又活了815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氏共活了905岁就死了 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烈 该男生马勒烈之后 又活了840年 并且生儿养女 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 马勒烈活到65岁,生了雅烈 马勒烈生雅烈之后 又活了830年 并且生儿养女 马勒烈共活了895岁就死了 雅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 雅烈生以诺以后 又活了8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雅烈共活了962岁就死了 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吐萨拉 以诺生马吐萨拉之后 与神同行300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 马吐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 马吐萨拉生拉麦之后 又活了782年 并且生儿养女 马吐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 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 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祖地 拉麦生挪亚之后 又活了595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 挪亚500岁,生了闪、韩、雅、佛 读过今天的经文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家谱 确切地说是亚当的家谱 有很多的人民年岁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 每当我们读到家谱的时候 就很想跳过去 因为好像没有特别感动的经文 也很难理解 为什么圣灵感动记录这么详细的家谱 不能够体会神要记得这段经文 对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地来学习 《创世纪》第五章的这个家谱 我自己查看了一些文献 也可以把领受到的和大家分享 首先看一下这个家谱 和前面第四章的家谱有什么不同 这里第一节开张名义告诉我们 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 所以这里记录的 才是神所承认的亚当的家族 而第四章后面所记录 该隐的后代 在神的眼中并不是亚当的后裔 换句话说 神并不承认该隐的后代 虽然他的后代中人才辈出 但他们最终都将归为无有 在神的计划中不占任何的分量 同时也没有记载他们在世的年岁 而在第五章的家谱中 特别地记载了 每一代人的年岁 他们与神的关系 从他们的年岁中也可以看到 他们的寿命都很长 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人的寿命 同时这也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希望我们可以永远地活着 但是由于罪的缘故 我们成了必死的生命 从这里我们也来稍微思想一下 我们现在的生命 我们是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还是为自己的享乐 奋斗拼搏的生活 是让人来认可我们 高看我们的生活 还是为着基督的使命 来好好的过我们的每一天 同时读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断重复的是 生儿养女和救死了 从人的生存角度来看 生儿养女是要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 但继续看下去就记录了没有一个人可逃脱死的这个事实 所以生命的延续仍是没有结果 因此若是没有救赎 人活着的意义好像只是在生儿养女 然后就死了 不断地重复这个循环 非常可怜的光景 但是感谢赞美神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赎 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看这一段的经文 如果我们仔细地数下来 这段家谱从亚当开始 共有十代人到挪亚为止 总共的跨度是1556年 如果这个家谱是连续记录下来的 那他的时间就是1556年 而在这漫长的一段时间中 所提到的是两个特别的人物 一个是以诺 而另一个是挪亚 这两个人在圣经中也是特别提到的 有信心的艺人 我们都知道挪亚建造了方舟 那具体的建造的过程和故事 我们会在今后的经文中读到 而以诺是在整本圣经中 两个没有尝过死位的人 他们两个直接被神提去 一个就是以诺 另外一位是先知以利亚 在五章22到24节特别提到 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 与神同行三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以诺共活了365岁 以诺与神同行 神将他娶去 他就不再世了 与神同行就是跟随神 顺服神 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生儿养女并不妨按以诺与神同行 他越是与神同行 就越能活出人所该有的正常生活方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盼望 之前的人无论活了多少年都会死 而以诺却让人看到了不同的结局 并且有了特别的盼望 他是亚当的第七代子孙 虽然他只在世365年 但是他是所有亚当后裔的盼望 因为他没有死亡 而是直接被神提走了 虽然他也是在始祖犯罪以后出生的 但他是真知道神心意的人 从他孩子的名字 可以看到他为神所做的 他的孩子名字叫做马吐萨拉 这个意思是到他死时必要实行 或者说到他死时必要审判 他是整本圣经中活得最久的人 一共活了969岁 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数 从第25节 马吐萨拉活到187岁 生了拉麦 28节 拉麦活到182岁 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所以187加上182 一共是369年 而马吐萨拉总共活了969岁 所以还有600年 在第7章11节中 当挪亚600岁 2月17日那一天 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所以正好是在马吐萨拉死的那一年 神用洪水审判了世人 而年龄最长久的马吐萨拉 他比谁都长寿 为什么他会是最长寿的呢 我们在圣经里寻不到什么答案 但是我们却知道 他是带着神审判的见证活在地上 就是说他活着一天 就是让人宣告神的审判一天 那么若是人能够体会神的审判 如同以诺一样回转 那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神知道人愿意回转的机会是很微小的 因此神就让马吐萨拉 很长久的活在地上 神随时要追讨人的罪 但神仍然体恤人怜悯人 他留下很长的时间 让人有悔改的机会 但是很可惜 一直到地时代人挪亚 人都不回转归向神 而整日所思的净都是恶 最后才有洪水的审判在地上 感谢主 他实在是满了恩典和怜悯的神 虽然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在承受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应许里 但是我们仍旧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罪所带来的结果 神也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外 虽然例外的只有一个 但这个例外却是所有人的盼望 当神用洪水追讨全地的时候 神又做了另外一个意外 就是挪亚 以诺他是一个人得救 而挪亚是一家人得救 这蒙恩的范围不断地扩大 所以神不单是要救一个人 也要救全家的人 我们在读第五章时 虽然文字的记载好像很沉闷 但是神把许多宝贵的信息放在里面 我们求主借着圣灵向我们更多的说话 叫我们从第五章里看到更多神的心意 和人在神面前该有的拣选 我们顺着自己的心意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 还是回到神的道路上 在这个人人为己的社会中 为神做光作眼 感谢主 他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可以分别出来 在他的恩典中能够得救赎 然而我们每一个尝过子 主恩滋味的人 都不要白白地浪费这宝贵的恩典 如同保罗一样 向着标杆直跑 为要得那天上的荣耀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个祷告 慈爱的阿爸天父 主耶稣基督 圣灵宝会师 感谢赞美你的救赎 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 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 被你改变和建造 让我们成为何等奇妙的恩典 在神的永生里有份 让我们不白白地浪费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你的应许 在这世上短短的几十年中 可以重新定位自己 成为你的器皿 让我们有更多属灵的看见 胜过各样的试探 在跟随主的路上好好地学习与操练 在福音的工作上不懈怠 像尼诺和挪亚一样 体会神的心意 回应神的呼召 在这个败坏的世代中 仍旧可以坚持真道 领人来到神的面前 回转归向他 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感谢你来参加今天的明修 也希望神祝福你 美好平安的一天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